湖南大哥不听劝啊 非得拿一百多万来到外乡来投资 现在好了赚钱了啊 当你老百姓眼红了 导致这个产业做不下去了 麻烦了烂在手里了 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在这里奉劝大家 如果还想回家创业的朋友 千万一定要插两眼睛 拿着熟的钱来本村创业 千万不要去外地啊 外地的话啊 因为能胜地不熟 强龙压不过地头时 一旦产业做起来 往往吃亏的是自己啊 所以说千万千万 一定要选择自己的本乡 大家知道了吗 看吧 命琴这个厂地就是 这位大哥 投资了一百多万 现在已经打水平了 没办法呀 谁叫他不是当地人呢 对吧 谁叫他拿着一百多万 明明可以投资自己的家乡 亏得来外面呢 对吧 这就是一个产品的教区 这不怪谁 怪他自己 江还是老的那啊 当初老人劝这位佛兰大哥 啊 寻找自己的本乡吧 再不好也寻找自己 周边的这个乡 熟悉一点的啊 突然之间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说你怎么赚钱呢 对吧 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位佛兰大哥 投资这一百多万 在什么地方 属性你看到吗 修了这一个 这这栋炉吧 算一栋炉吧 然后修了一条滑钩 滑锁啊 最主要的是 它下面一百万 砸这个坝 砸了几十万下去啊 真的 这个坝你看到没有 那么大家猜一下 它做这个坝 到底是用了什么 第一 它这个坝是用来挡东西的 然后的话 下面这个地啊 它也是用来装这个东西的啊 然后它这有个滑锁 有个滑车 用那个滑锁 它直接拉到这上面去 啊 这上面还有一个定基的啊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水坝会用来干什么 现在还有人来钓鱼啊 这个水坝的话 是用来挡河沙的 大家知道这些年啊 因为这个河沙 啊 进房的越来越多 河沙也从云南的 一二十块钱一方 涨到了现在两百块钱一方 目前在我们家乡的话 这种河沙已经涨到两百了 嗯 不得不说这位大哥也是很有眼光的 在几年前就看中这个河沙 会越来越贵 然后就在这边来投资了这个啊 但是 好景不长呀 当它赚钱之后啊 很多啊 当地百姓啊 就 可以说眼红吧 这里不同意 那里不同意 首先是这个滑道啊 因为这个滑道的话 他去这个滑道没有呃 淫湿人家 他都没有打好招呼啊 只占了人家一点点点 然后的话 人家鱼 招呼都不打 你还来把我这个 就私自占用我的这个 呃 土地啊 后面他来补钱 当地村民也不要 现在 你会看到这个滑道已经断了呢 啊 就是断了这一家 没办法呀 因为下面田是人家的 你 到处没打招呼啊 你就经过他的土地 导致把这个滑道挖断了啊 现在是没办法运输了 因为下面都不可能说再转一圈了 可以说 这就是 欺负他是外地人嘛 如果是他是当地人的话啊 你像这种情况的话 比如说吃一顿饭就解决了事情 对吧 你说这么一根柱子 能占他多少地方呢 对吧 现在都好了啊 你看 这边都荒废了 之前啊 这个河沙从下面拉上来 然后 上面这一个路斗 看到没有 这个路的大车子直接到这下面 那路斗直接下来就可以了 你看 这边还是有剩下的河沙 你看 这个大路斗 直接下来 这些河沙 啊 是非常昂贵的 也没土质 非常干净 非常漂亮 非常棒的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按照福南这位大哥的想法 这个 一百多万 两年就回本了 那么他这里的河床是 一千千了 二十年的河床 你看一下后面的河沙会越来越贵 那么他也靠这个 这辈子就发财了 但是三千不如月 干了 他们就这么一年 赚钱了 麻烦就来了啊 是吧 不过现在也还好 还好 他这个设备在这里也没人敢动他的啊 但是他也赚不到钱 天天有人图书 有人那个 哎 不好做啊 最后希望啊 各位 有钱的大老板在外面 回家创业吧 还是选择自己家乡好 千万不要说什么 哎 在家乡创业不行 那么 你看看 这就是 没有选择自己家乡的后果 你们醒醒吧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拜拜了